台湾夜市美食指示为名 让人看了食指大洞 今天节目要带大家看的 是近来人气破表 红片全省夜市的创新美食 全台湾第一摊 爆浆雀骨现烤鸡腿卷 马上跟着我们去大块朵银一番吧 会不会太夸张了 排队人龙几乎要占据人行道 老板烧烤跟包装的手 几乎都停不下来 可以点了吗 可以要直接点掉了 要六条 不过如果您清零现场 闻到如此难以抗拒的香气 这样的盛况就不足为奇了 朋友告诉我说 夜市有开一家蛮好吃的鸡腿卷 然后我就来 然后来了之后 然后每次来都会来的鸡腿 每次来都会等多久 有时候等它一个小时 这个让消费者甘愿排队苦后 也要吃到的极致美味 这是近来席卷无数饕客味蕾的 爆浆雀骨现烤鸡腿卷 好吃的程度 正如同餐车上的标语 只有一个缺点 吃了怀念 味道如何 很香很辣 感觉还蛮 就是肉质好像蛮扎实的 肉质还蛮有弹性的 那以后还会再来吗 有计划还会 鸡腿卷的外观看起来 又像香肠又像敏肠 不过它可是利用整只鸡腿肉做成的 发明者陈老板说 当初其实就是香肠给它的灵感 去年它在饶和夜市 还只是一家贩卖普通鸡腿的摊贩 刚开始它做的时候生意 诶 不错嘛 就常常有很多客人要求切片 或是做块 有一天晚上 它看一群人嘛 手上那个香肠 烤香肠听过 然后它看看自己炉子上的那个 那个大鸡腿 然后心里突然就有一个念头 你知道吗 就散过去 手老板想到 将鸡腿肉的骨头抽掉 再用皮包起来 这样不但好烤 客人食用也方便 更省下切肉的功夫 于是 风鸣全球的鸡腿卷 就这么被发明出来 不过鸡腿卷还是会爆浆 那就是靠独门秘方 因为我们那个肉有腌制过三天 有八种中药下去腌三天 所以那个烤起来的时候 才会有爆浆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口感出来的 客人刚才说你们肉很扎实 对对对 因为百分之百都是鸡腿肉下去做 尤其是刚烤好的时候啊 低口咬下去也被烫到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吃了喝怀念 爆浆金腿卷一推出后 瞬间成为人气最高的夜市美食 而这样的高人气也引发一股仿冒模仿潮 处处可见神载版的摊位 台湾夜市的小吃啊 它的生态啊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虽然我们是首创第一家 但是也不可能说一面足道 反正他们虽然他们很多 满街都是 但是有竞争它才会有进步 之所以不为模仿者挂分市场 是因为陈老板认为 好品质才是留住消费者的网道 陈老板坚持鸡腿肉 只选用来自台东 重达六两的土鸡腿 当天现载现烟绝不冷冻 最重要的是研制的时间严格把关 烟三天之后它才会爆浆 它把那个中药味录在那个鸡腿肉里 这样来 要这么忙的时候要它整个多数位 对对对 一定要三天以上 到底这个策略有没有用 我们看看店前大牌长龙的客人就知道 最好也是会有超 一天会超过十抓 就差不多700条左右 那你这样一天大概要做几卷 大概四五百卷吧 四五百卷 一晚上 一个晚上 这有烈它的价值嘛 客人吃了就会常来买嘛 好事就会常来买 目前陈老板的爆浆去骨鸡腿卷摊位 一遍布全台各地 每一处的原物料 都有中央厨房配备专人送达 未来他也将把夜市铜板美食的创业秘籍 与更多创业者一同分享 总部会给予同仁 技术上还有市场机制上面的解剖 让加入公司的同仁得到的不只是金钱 物质上的满足 公司更要给大家 就是一种成就感 还有荣誉感 陈老板凭借着对美食的热情与创意 发明这个红片全台的平民美食 相信他的坚持与努力一定会获得丰硕的果实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能量 bem 能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